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的这个Lab 文件还没有画回来对不对 OK,這一次我們看到它已經變掉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這一次我們又能不能成功呢? 再來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們這次還是失敗了,這又是為什麼? 那這裡我要說一下,大家不要看著阿菲,這裡為什麼總是失敗? 那其實我在這裡是想告訴大家,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有哪些? 那實際上呢,我剛才給大家演示的,那都是很多人在做這一部分的時候遇到的一些問題 甚至是說,很多人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我現在看到的在網上大部分人所說的一些解決方案 很多時候可能都沒有效果 所以說,我希望把這一部分挨著挨著的演示給大家看 到底我們是怎樣的一步一步去解決的這個問題 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輸入L還是不可以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注意到一句話,用在這裡 should never handler have failed to enable broken point 那麼這句話呢,那麼也就是說,那麼我們的ISO文件,它其實還是不對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在這個ISO文件裡面去激活這個斷點 就像剛剛我們說的一樣 這樣的話,也就是說我們的ISO文件裡面應該還是沒有包含足夠的一些調適信息 甚至說其他一些信息對不對 那麼這到底是為什麼 那如果說大家有在Linux下面的編譯的經驗的話 大家可能會記得一些東西 就是說,我們在編譯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在mic file裡面設置一些標記的,包括safelang對不對? 那麼像這些flang的話 它就會影響到我們編譯的這麼一些狀況對不對? 那麼,還記不記得之前我們的這個lentive 那麼,存lentive的這個function,這個文件 那麼它是可以調適對不對? OK,那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它,它的編譯的參數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最末尾 它加了這麼多參數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想到一些事情 包括計算這些,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看一下這些參數,意味著什麼? 那麼這裡,優化等級 那麼,大家知道 一旦我們的代碼被優化之後 那麼很可能我們的很多東西都會被亂掉對不對? 還有包括我們debug的時候 我們的debug label 那麼,如果說這些沒有設置的話 我們很可能我們的編譯的時候 如果說這些沒有設置 那麼我們到最後得到的這麼一個文件 都沒有辦法去挑適對不對?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很簡單了 我們可以試著 把這些參數全部加進去 對不對? 那如果說到底是哪個參數的問題 那我們之後再看 對吧? OK 好 那麼,我們現在用這個文件 再試一下 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的文件是多大 不記得沒有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在object裡面 52K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的編譯之後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可以看到它直接變成60K對不對? OK,這是一個好兆頭 還是來做一次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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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運行 其實因為我們在這裡呢 它已經運行了 所以說我們這裡可以不用start 其實我們在運行的時候可以加一個參數 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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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那麼 Verdict 是使用的在Windows下面的NDKBuild 这么一个命令的便义的 而现在呢 我们是在模拟Linux里面的这个GDB来运行 那会不会是这部分也有原因呢 OK 那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到这边来 刚才我们不是装了一个插件对不对 那插件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让我们看CGEA代码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个插件应该怎么运行 OK 我们在这里呢 还是建立这么一个 跳式的一个配置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之前说了 我们现在的是用的APPK APPK肯定不是一个application 对不对 因为它只是一个压缩包 那么这个application从哪来呢 那其实刚才我们运行了那么多次GDB 它就会帮我们得到一些数据 这个数据就在这里 这个数据就在这里 APP Process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Android 在运行的时候 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进程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ERF 是一个可持性的文件对不对 其实它呢 就是用来加载我们的 电解库的这么一个程序 OK 我们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文件 加进来 但是 还有在这里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一样 之前我们的 这里 还记得吗 我们的Tranetive的这个工程 我们应该选择这一下 对吧 还在这里 我们应该Deserable掉了 因为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 调试我们的链接库的时候 要怎么调试 那么首先 其实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应用程序 先跑起来 对不对 那跑什么时候停呢 那就是 那么有两个地方你可以选择 那么第一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 直接是在 弄得完所有的Library之后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下断点 那么第二个呢 那你也可以选择 你要确保 那么任何的Library的Function 都没有被调用 那么在这个之前 那么下个断点 那也可以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断点 就选在这两个点之间 那所以说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在调试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应用程序 已经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再去 触发一次Build 那么之前的我们的操作 那么之前我们调试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这里 我们应该把这个 AutoBuild 进入掉 然后 Debug 依然是GDP Server OK 那么 Stop on 那么我们这里 我们之前说了 有一个函数 Test Debug 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函数 作为我们调试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这个GDP 先设置Theta 那么这个GDP的Command File 我们设为这一个 我们看到有两个对不对 一个是 在LBJ里面的 那这个呢 它是因为 这三个文件 是我们在调用Windows下面的 NDK的Build 生成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 内容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 刚才的 刚才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同名文件的内容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 NDK的GDP 那么那个命令 它所使用的 GDP.Ctop 那么 因为它们这两个文件 可能不一样 那么 这个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的 调试可能实现问题 所以说 这一次 我们就使用 这一个 Ctop文件来 调试 可以继续选择我们的GDP 把这个模式打开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这里呢 我们先关掉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暂时 还不开始调试 OK 首先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然后我们 启动 Debug 断点 就像在我们这个 NDK方法 电用之前 我们先出发 我们先出发 对不对 那 还有一个问题了 刚才 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 一旦运行了 我们的 这个NDK GDP之后 它其实就已经 启动了一个 GDP的Client 对吧 实际上 那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Client 我们需要在 Eclipse里面去 启动 那我们怎么去避免 那 在这里就启动 这个Client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文件 我们看一下 GDP文件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 创建一个 复本 OK 打开它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 那么这个就是 GDP Client -X GDP Setup 那么这个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GDP Client 启动 这个 GDP Client 同时呢 把这个 GDP Setup 作为它的 配置文件 传给它 启动起来 那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现在 需要是在 Eclipse里面 去启动这个Client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们就注释掉 这句话 OK 那么 只让它 启动我们的 GDP Server 然后把其他的 一些 固文件 那么这些一些信息 打下来 那就OK了 好的 我们现在 启动 这一个 我们看到 那么这里 跟刚才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之前是 执行完之后 那么 依然是显示GDP 那么 那是说明了 我们的GDP的Client 依然是在运行 那么 在这里呢 直接退出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它这里 并不是退出了 其实 只是在 GDP Server 那么它依然在后台 在运行 我这一点要注意 OK 那么这里 让我们开始 刚才我们的配置 这个对不对 再检查一下 OK 让我们看看 那么这次 我们又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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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